美国国会近期通过年度重大法案 台湾议题再度成为焦点 众议院议员积极提出修正案 涉台部分多达34项 包括邀台湾参与环太军演 呼吁台美在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合作 军事方面众议院提案邀请台湾 参与明年环太平洋军演 要求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物资计划 针对外交事务则提案禁止五角大厦 花钱制作采购或展示 将台湾被划为大陆领土的地图 还提案要求国务卿定期检视 对台交往准则 期间还提议邀请总统蔡英文 今年年底前赴华府 向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致辞 经济部分提案则呼吁台湾成为 国际货币基金IMF成员 但近来美方种种举动 包括通过新一波138亿台币对台军售 派官员访台等 都已经挑起大陆敏感神经 提案后续还需经过辩论 与表决程序耗时数个月 取得共识 才能递交总统签署生效 台海显然加剧中美紧张关系 但双方仍试图透过对话改善 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防录后 美国财政部部长叶伦 预计7月6号到9号访路 期盼重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